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知名狗仔记者猪皮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 也向大家透露了两个人真正的离婚原因 香港猪皮报张伯志离婚内幕几乎从未见过谢霆锋 猪皮作为自身的狗仔 他做这个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对于圈内一些明星的内幕他也十分的了解 在视频当中他就说做记者的那些年 有两年的时间都是跟着张伯志的 一直守在张伯志的别墅外面 希望能拍到一些劲爆的事情 在张伯志别墅外面待了两年 可是他几乎从未见过谢霆锋 因为谢霆锋出现的次数真的是少之又少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张伯志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看起来非常的枯燥无味 有时候张伯志想出门 可是狗仔们已经觉得没有必要跟了 连张伯志自己都觉得无聊 他会主动去找狗仔 说自己要去超市 问他们要不要跟过来 狗仔们自然非常的高兴 就赶紧说要随着张伯志去超市了 来到超市之后 张伯志就高兴的推着购物车购物 而狗仔们就隔着玻璃窗偷拍张伯志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 这也充分说明了和谢霆锋结婚后的生活状态 张伯志独自一个人居住了几乎两年 难道是那个时候两人就已经处于分居状态了吗 张伯志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他希望能找到一个灵魂伴侣 可以在他生病的时候带他看医生 一起分担 一起聊天 看得出来之前的婚姻生活也让他内心非常的苦闷 而另一边谢霆锋的生活则过得风生水起 还说他和王妃都是同样单纯的人 似乎两个人爱得真的非常的深 兜兜转转又走在一起 不知他们两个人未来会不会结婚呢 娱乐圈子看似都很广泛 实际上站的位置越高 上面的人就越少 最终无非就是那么一小撮人 你来我往 来来去去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新人要想出头那就需要付出更多 而且圈子只有那么大 有人来就有人走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条法则在娱乐圈同样适用 真正的顶流一人当红明星只有那么多 有人流量高了 有的人流量就减少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流量守恒定律 在短期之内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有人尚未就有人出圈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里同样适用 在娱乐圈中很多人曾经很红 现在貌似也很红 实际上早也没有了流量 只是外表看上去大红大字 真实的处境可能已经很艰难 甚至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境地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一起盘点一下 首先要说的就是洋影Angela Baby 对于模特出身的她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她的身上有很多梗 比如整容事件 8000万颜值事件 还有吹胡子瞪眼的演技事件 不可否认 曾几何时Angela Baby是圈中的顶流 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演技 但是人家有价值8000万的颜值 还有北影毕业的大明星老公黄晓明 因此一直顺风顺水 可惜现在已经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 原因也很简单 演技这个层面早已在圈中闻名 再加上广丁总局整体注水剧 没戏可拍也很正常 现在就连她老公黄晓明也岌岌可危 更何况只会吹胡子瞪眼的她呢 第二位要说的就是白百合 柴火小妞白百合曾经是无数人的新头号 跟王洛丹并驾齐驱 被称为国内两大柴火小妞 可惜婚内出轨的视线传出后 她瞬间变成了5.1人 后来虽然攻关了很长时间 但是也再难回到巅峰 要说把一把好拍打得稀巴烂 非白百合莫数 第三位要说的就是吴亦凡 正儿八经的男团出身 唱跳都很在行 唯独演技不行 吴亦凡是归国四子中的队长 身材模样都是一流 可惜陆续出演的几部戏饱受网友吐槽 演技确实很拉眼睛 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近两年一直频繁现身各大综艺 在舞台上吃她的大碗粗面 至于演戏那肯定是没人敢找她了 最后一位要说的就是李成 大黑牛李成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十几年前演士兵突击中的舞者 就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可惜和范冰冰分手事件 败光了所有的路人员 又被冠上了渣男的称号 看似还是当红明星 实际上早已无息可拍 娱乐圈中有很多令人羡慕的感情 他们虽然不是恋人 但是感情却非常深厚 时刻都在为对方着想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 这样的感情无疑是最令人羡慕的 说到这里 想必很多人都会联想起赵薇和黄晓明 两人不仅是大学同学 而且还是很要好的朋友 一直以来 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们都知道 赵薇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追求者 而且据知情人爆料 黄晓明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两人最终却没走在一起 看到这里 有很多网友想必都会疑问 为什么两人如此在乎对方 却没有走到一起呢 当大家看到两人十年前的照片时 瞬间就懂了 那时的赵薇正值颜值巅峰时期 满脸的胶原蛋白 看起来非常讨人喜欢 而他的五官也很精致 尤其是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简直太迷人了 自从出演了环珠格格以后 就被全国观众所熟知 不管是名气还是颜值 都是数一数二的 相对来说 当时的黄晓明就有点逊色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黄晓明非常的帅气 名气也很大 而且也很有男人味 被大家称为黄教主 可在当时 黄晓明的颜值却没有那样出众 看起来一脸的青涩 网友们在看到两人十年前的照片时 心里也明白了点什么 虽然两人最终没有在一起 有很多网友都会感到遗憾 但是现在的黄晓明和赵薇 就像家人一样 而且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也过得很幸福 或许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吧 各位小伙伴们 不知你们喜欢黄晓明和赵薇吗 6月18日 根据港媒的最新消息报道 以喜剧之王之称的周星驰 竟然抵押了自己市值11亿的豪宅天比高 据说因为之前签下的对赌协议到期 利润不达标的新爷需要做出赔偿 此外 前女友余文凤也向他追讨7000万佣金 将于11月开庭审理 近年来 新爷不仅拥有上市公司 炒豪宅 炒地铺 发财 不单单止步于目前 但入主10年的上市公司 只在2013年赚过1296万 其余9年都在亏损 截止到去年已累计亏损近6个亿 不过他的业绩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旗下的私人公司 在2017年被上海的新文化 以13.3亿购入51%股权入股 当时新爷就签下对赌协议 从2016至2019年利润总成落达10.4亿人民币 不达标的话 由他做现金补偿或者回购 期间新爷的美人鱼 西游祥末路票房不错 新喜剧之王 收益不理想 所以今年3月份 新爷便将山顶的比天高 普勒道12号抵押给银行套现 看起来是想取得巨额资金做运营周转 除了公司令他心烦外 跟旧爱余文凤的恩怨 也将在11月做出了断 之前两人恋爱期间 余文凤利用自己的能力 一度帮新颜身价涨到50亿 被称为新颜背后最重要的女人 但是从2012年开始 他入比法院向新颜追债 起诉状中提到 他由02年起担任新颜个人财务顾问 除了每月的报酬 自言跟新颜有口头协议 新颜承诺汇救利润项目 向他支付除税后10%作为佣金 付他8000万的佣金 可是12年新颜付1000万后 至今仍没有付尾数 看余文凤的行为 真的是印象了那句话 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